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会继续在诗篇看无名诗人的系列 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我在诗篇第43篇的领寿 诗篇43篇只有五节的经文 所以在此邀请大家 如果你有圣经的,请翻到诗篇的第43篇 让我们一起来读 好的,找到我们一起来读 第一节 神啊,求你生我的冤 向不虔诚的国为我变屈 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 因为你是是我力量的神 为何丢弃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 时常哀痛呢?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我要谈情称赞你 第五节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恋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那我相信大家了 对四三篇的第五节 就会一种好像 此诚相惜的 那种的感觉 不晓得是否是这个情形了 那也许我再一次 读那个四三篇的第五节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我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那如果你留意 这经文里面 写的是那个小字 光荣是帮助的意思 我刚说 有可能大家还 对于那个这一集 好像一种此诚相惜的那种感觉 是的,如果你不记得 不要紧 让我提示大家 请看诗篇的第四十二篇 第五节和第十一节 第四十二篇的第五节 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祂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祂 然后在四十二篇的第十一节 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的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那其实三节经文 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啊,如果你几时看啊 那个四十二篇的第十一节 和四十三篇的第五节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接受 诗篇,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 是一首的诗歌 有同一个作者 那四十二篇的第五节 四十二篇的第十一节 跟那个四十三篇的第五节 这好像一首歌的chorus 那个副歌一样 但是不晓得就为何了 就一首的诗歌 仅然就一分为二 就变成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 那么,谁是作者呢 请看诗篇的第四十二篇的第一节 包括这个标题 可拉后裔的巡悔师 嘉宇灵长 然后就是我其中 我最喜爱的一节的经文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溪水 之前讲何来后裔的诗歌 已经在同一次的信息 我讲了诗篇的第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 我是一起看的 今天我就不重复了 如果大家要温习的 或者是大家要从以前还没听过的 你可以在YouTube上来收看 你可以在我们教会的 一些的视频上来找 这一张的投影 其实大家也可以跟着上来找 先给大家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的分段 也许就重复我上一次 那个对四十二跟四十三篇的 做一篇的 诗篇的那个内容 第一 四十二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是讲到切慕神 我想刚刚我读你解的经文 其实都很清楚 看到那个意思在里面 然后在那个第四十二篇的 第六节到十一节 是讲到那个诗人 他想念神 他想念神 然后今天我们要看的 那个诗篇第四十三篇 第一节到第五节 讲到他信靠神 所以今天我就只看 那个诗篇的第四十三篇 四十三篇 没有标题 但如果我们之前所讲的 那个理解是正确的 诗篇 四十三篇 作者也就是 荷拉的后裔 虽然不一定是 同一个荷拉的后裔 也不一定是 在同一个时期 写成的诗篇 那其实有一个理论 就是 有一个荷拉的后裔 写了诗篇的第四十二篇 然后就过了一段的时间 再写了 part two 那个第二部分 也就是诗篇的第四十三篇 但是呢 还有另外一个理论 就当然也是 不能确定的 最少在那个 上次我提到 那个七十四一本 就是一本 那个希腊文的 一个基尔神经的 一个译本 就和那个 后来 那个Vogate 那个拉丁文的译本 其实在那个 七十四译本 跟那个拉丁文的译本 其实都加了 我的意思是 在那个诗篇的四十三篇 加了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就是 大卫的诗 所以最少从 那个希腊文的译本 和跟那个拉丁文的译本 就接受 大卫 是诗篇的 四十三篇的 Georgia 但是今天 我们 不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那今天 我是把那个诗篇 第四十三篇 作为一个 无名诗人 这个系列 这样 其中一部分 这样来看 就也看 诗篇的第四十三篇 作为一首 独立的 诗篇 这样来看待 一个很简单的观察 那个看到了 在第一节到第四节 那个诗人是向神说话 四节的经文 都是诗人向神说话 然后就在第五节 就一节 他就向自己 向自己说话的 那其实 这这样一个 四比一的 这个比率了 这其实给我一个 很好的一个提醒 不应该这样说了 给我有两个 很好的提醒 第一个 就是先向神说话 才向人说话 跟我们现在 真的很不一样 我们往往的 就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对不是讲到一些的 觉得不平 不义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找自己的朋友 或者我自己 来先自言自语 但是 诗人的 就给我一个 真是我觉得 是个很好 很好的提醒 就是先向神说话 然后才向人来说话 当然也包括了自己 那第二个提醒了 就是 就从那个比率 就可以看的 就是多向神说话 少对人说话 或者少对自己说话 宁愿我只是多向神 来说话 就 因为的确 从 与神 那个 先处理 跟神 多跟神说话的时候 我们觉得也是一个 蒙福的 一个的途径 诗人用了一个 请求 用两个的形式 来开始了诗篇 第四十三篇 说 神啊 求你 生我的冤 向不虔诚的国 为我 辩屈 求你 救我 脱离 诡诈 不义的人 那 世人 因此所发生 在他身上的事 就 其实 跟很多人一样 就很觉得 很感到那个 困惑 很有疑惑 因为 他 对神 有一个肯定的 一个认识的 正如我们 也认识人的人 神的人 我们对他 因为这个关系的缘故了 我们也一些肯定的认识的 诗人 认识神呢 是一个 是给他力量的神 所以在 在那个第二章的 前部分 他说 因为 你是 是我力量的神 他是这样的人 认识神的 这是因为这个关系的缘故了 他觉得他不应该 面对 他现在所面对的困难 诗人 像神 问了两个问题 其实我应该就说了 他两世的 向神埋怨 为何丢弃我呢 我为何 因仇敌的 欺压 时常 哀痛呢 所以在第一节 到第二节 诗人 就向神 提到他 因那个 欺压 所来的 所得到的 哀痛 我很欣赏 诗人 他很明白到 自己的感受 他也很能 表达 自己的感受 很懂得 怎么样 向神来 倾诉 那我也很 欣赏 那个诗人 他没有掩饰 他所面对的 他也没有掩饰 他 他那个 那种感受 他没有 既自欺 欺人 他没有 矮化 也没有 夸张 所发生的事 所对他 所带来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 现在的人 面对困难 当然这个事实 我们经常也会 面对困难 但是我想 我们很多 现在的人 都会 常常的 独自 来处理 我们 有一个倾向 就是 矮化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所带来我们的影响 就像有人 好像感觉到 或者知道 我们面对困境 甚至会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经常就说一句话 说 没事 我没有受到伤害 这样的事情 没有影响到我 当然是 就是 欺骗自己 当你 如果你是 欺骗自己的时候 你也不可能 会经历到 改变 世人却是 可以经历到改变 但是 他的窍门 是在 在哪里了 他怎么样 才可以得到 改变呢 他怎么样 可以在 那个 欺压的 那个 哀痛中 可以 可以 摆脱了 怎么样 可以逃脱 出来了 世人 埋怨之后 再次向神 呼求 在第三节说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好 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那从世人的祈求了 你可以发现 他仍然接受 唯有在神那里 才有答案 他选择 继续的信靠神 和等候 他的引领 世人 选择 仍然的 要 亲近神 敬拜神 世人不但求 而且他 还有行动的 在第四节 他 我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谈情 称谢你 从第三节到第四节 我会给一个题目 就是赞美的喜乐 因为他 找到 原来 原来 他 到神的面前 向他赞美 称谢赞美的时候 竟然就是 也是可以得到喜乐 那可能对于我们 很多的人 这是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方法 来脱离 哀痛 摆脱 那个忧闷 奇妙的 就是当 世人 决定要从神那里 找到答案 当他 决意 要赞美 称谢神的时候 改变 来到 喜乐 也回来了 然后 他再一次的 可以歌唱 他再一次的 可以唱 那首的副歌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 里面烦躁 应当 仰望神 因我还要 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所以最后的一节 那个第五节 我给了一个分题 就是心灵的鼓舞 心灵的鼓舞 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希望 跟大家清楚的 来肯定 受到欺压 是真实的 面对难处 也是真实的 因着那个 欺压 则得到 那个哀痛 有负面的感受 就是 也是真实的 但是了 怎么样才可以从哀哭 变为跳舞了 你是否相信 我们可以从哀哭 里面变为跳舞了 你相信这个 是可以是个事实吗 怎么样才可以得到 这样的改变呢 世人向我们示范的 就是来到神面前 向他赞美 称颂 我相信 你也会得到 意想不到的经历 所以在结束的时候 就 向 为大家介绍 两首 初至那个诗篇 第43篇的 诗歌 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来欣赏 第一首 就是叫 我的心 是比较 我想有几十年的 第一首歌了 也是三十几年的一首歌了 就是出自天印师班的 弦外之歌的系列的一首歌 就是叫我的心 那另外一首歌 比较近期一点 这是那个 灵凉堂 灵凉堂生命盒的一首歌 叫 《根深经历你》 这是主要是出自 诗篇的 43篇 第三节 所以希望大家 喜欢这两首的诗歌 也希望 希望我们 无论在 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让我们 不断地 继续地 来到我们神的面前 接受 祂是 我们 喜乐的源头 所以 求神 继续 赐福给大家 也求神 把祂的喜乐 赐给我们 请不吝点赐福给大家